所以紅衣大師教我們怎麼持見你知道嗎 我最後跟大家分享 這個紅衣大師有個善巧方便 比方說我要受五戒或者受八關在戒 這個善巧方便怎麼善巧方便呢 它有分為三個 小中大怎麼叫小中大呢 比方說五戒裡面我很想受五戒 但是這五戒裡面每一條來受持我比較壓力 我可不可以先來受一條兩條 可不可以 而且這個五戒的功德很大 再加上有二十五位的護法神來保護你 那紅衣大師怎麼做呢 小的 小的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從一條兩條 你選擇哪一條你去送 你去落實 比如說不殺身 不拖刀 我選擇哪一條 我從這條去學習 這個小的有兩個 中的呢有三條 大的就是圓滿的就是五條 所以你可以這樣學習 慢慢的一步一步來 一條一條的是碩士 一條一條的是學習 你可以這樣做 功德都是一樣的 所以在八關災界裡面 第一條不殺身 不拖刀 不虛狂語 這一些就是註言我們的 那我們該怎麼來護持呢 在這個八關災界呢 那你又好好 應當要接受佛的戒律 怎麼接受法 世間的一切的俗世 這些纏繞 我們先暫時好好放下 好好來 遲災情境 如果你受了八關災界 然後自由放任 什麼叫自由放任嗎 打電話打電話 聽歌也聽歌 跳舞的跳舞 看電視看電視看報告的報告 每天跟這個手機在一起 都講電話 那我就建議你們 不要去受八關災界 沒有什麼意義的 這個就是我的說法